钙质草原或碱性草原是与宝土 如白饿土和石灰岩地地相关的生态系统 因为这些土壤养分含量低且pH值高 钙质草垫植物通常又短又坚韧 包括草和草本植物 例如三叶草 钙质草原是昆虫 特别是蝴蝶和蚂蚁的重要栖息地 并且在倾斜的顶点被放牧动物通常是羊 偶尔是牛饲养 钙质草垫植物的例子包括 1.红羊毛 2.黄波浪谷 3.长剑弯曲 4.石车菊 5.黄花九轮草 6.鸟族三叶 7.肾脏子云因 Ansilis bernaria钙质草原透过多种方式为昆虫 特别是蝴蝶和蚂蚁提供栖息地 首先,这些草原的特征是白鳄土和石灰石等宝土 提供了营养贫乏的环境 有利于矮小、坚韧的草类和草本植物如三叶草的生长 这些植物为蝴蝶和蚂蚁等昆虫提供食物和住所 此外,石灰质草原由放牧动物通常是羊 偶尔是牛保持在倾斜的顶点 放牧动物如羊和牛 透过消耗生长在这些生态系统中的草和草本植物 在保持石灰质草原的倾斜顶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透过吃草和药草 动物有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微妙平衡 防止草和药草过度生长并占领石灰质草原 欧洲西北部,特别是英格兰南部 如索尔兹伯里平原和南北唐斯丘林 有大片石灰质草原的一些例子 1.索尔兹伯里平原 索尔兹伯里平原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 是一大片白鳄草原 面积约300平方英里777平方公里 这里是多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包括达特福德因和大马提福等稀有物种 1.索尔兹伯里平原